说起秦淑培啊 很多人都知道她是陈冠希的妻子 秦淑培的出现 让陈冠希这个花花公子收心了 这让很多网友们感到十分吃惊 自从二人在一起之后啊 陈冠希便将生活重心转移到家庭当中 时常在社交平台上大秀恩爱 就在前不久 陈冠希也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一组家庭温馨的照片 该照片中可以看得出 陈冠希以及秦淑培感情十分的深厚 并且隔着屏幕啊 我们都能够看到陈冠希是多么的幸福 网友们十分感叹 秦淑培竟然可以让陈冠希这个浪子回头 这不禁大家纷纷对秦淑培充满了好奇心 他究竟凭什么让陈冠希收心呢 让我们接着往后看 秦淑培在1989年8月10号 于河南开封出生 之所以名为秦淑培 这是因为啊 他的父母都是希望 在未来舒舒服服的将他培养长大 抱着美好的期望 秦淑培的父母对他十分用心在培 在秦淑培15岁的时候 便将他送到了美国纽约就读高中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 长大的秦淑培也十分的懂事孝顺 为了减轻父母们的压力 一边学习 一边兼职赚钱 供自己开销 就这样 一直到了17岁 秦淑培发现自己 要比同龄女生高出一大截 很多女生都因为自己身高过高而烦恼 可秦淑培却十分开心 因为他发现 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身高 兼职当模特 为此他付出了实际行动 为了自己日后能够符合模特的基本标准 还专门跑到健身房里面 每天坚持锻炼 甚至他还找了专门的教练 对自己掌握不好的地方 严加练习 可此时的秦淑培 只是想将模特作为自己的兼职 并没有想到 这个兼职 会改变自己未来一生的命运 在做了一年的兼职模特之后 他的事业迎来了转折点 那时的秦淑培 受到了很多春夏时装周 以及商业走秀的邀请 他也时常出现在公众面前 逐渐地有了自己的名气 此时的秦淑培终于决定 要认真对待模特事业了 而不再将他仅仅当做一个兼职来看待 既然决定这件事情 就一定要将他做到最好 于是在秦淑培的努力之下 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他就是上海神秘富商小冰冰 两个人在2009年认识的 而这个小冰冰手中 有很多的时尚资源 并且他还与香奈尔的总设计师 老佛爷有着很深的交情 通过小冰冰的介绍 秦淑培很快与老佛爷相识 在这一年年底 秦淑培牵手老佛爷 卡尔拉格菲 在巴黎上海高级手工坊 大秀亮相 这一次亮相 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此时的秦淑培 也打奖了自己在圈内的名气 这一年 秦淑培也被时尚网站 评为年度十大新模特 一年之后 秦淑培更是在圈内大红大紫 就在2010年 秦淑培受邀参加了 巴宝丽的一场时尚大秀 可中途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这场大秀 让秦淑培没有想到的是 主办方设置的鞋子有点问题 很多模特 无法掌握好这个鞋子 走路时 总是颤颤巍巍的 当时 秦淑培一直在思考 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 他直接弯腰脱下了高跟鞋 然后 一手勾着一只鞋 继续走秀 这一次的危机化解 让台下的观众对他拍手称赞 瞬间让秦淑培成为名模 很快 不久之后 秦淑培成为了美宝莲纽约全球代言人 年仅21岁的秦淑培 就已经有了如此优秀的成绩 很快不久 秦淑培在国际市场上 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于是 他开始决定开辟国内市场 好巧不巧 他同时也认识了一家 知名时尚杂志的总监 埃里克阳 就在埃里克阳所在的时尚杂志上 秦淑培开始进军国内时尚界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 赵磊 众所周知 赵磊要比秦淑培的年纪大20岁 他身为华谊兄弟时尚文化传媒董事总经理 一直对秦淑培青睐有加 他还特地为秦淑培专门 将没有模特业务的华谊时尚开辟了模特业务 2011年6月 他将秦淑培签到了华谊时尚旗下 而秦淑培也理所应当的 成为了华谊时尚旗下的第一位模特 有很多网友称赞赵磊的手段十分高明 不仅将秦淑培培养成了公司赚钱的机器 而且他还要娶秦淑培为妻 为他生孩子 隔年的2012年1月 二人顺利的结婚 与此同时 秦淑培也顺利成章的 成为了华谊时尚的老板娘 既然成为了公司里的老板娘 那么手中便会有大量的资源 再加上秦淑培已经当了好几年的模特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在结婚十个月之后 他便登上了维多利亚秘密的秀场 而且他与刘文和何慧 西梦瑶并成为四大国模 虽然秦淑培的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但是他有丈夫赵磊之间的关系 也出现了问题 与此同时 一个名叫陈冠希的男人 突然闯进了秦淑培的视野当中 在2015年的时候 花花公子陈冠希 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张与秦淑培之间的亲密照片 同年的6月份 二人便被媒体拍到 在国外街头上热闻 此时秦淑培与陈冠希之间的种种行为 顿时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也让秦淑培一时间备受责骂 众所周知 他身为赵磊的妻子 竟然与陌生男子当街热闻 并且赵磊还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什么时候出轨变成了一个光明正大的fashion 一时间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 指责秦淑培的不当行为 与此同时 秦淑培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自己与赵磊之间 早已经签订了离婚协议 而秦淑培还爆料 赵磊有一个名字 叫做Lisa的小三 这个小三还经常使用秦淑培的衣服和包包摆拍 然后发到社交平台上 吸引更多的粉丝 秦淑培的这一番操作 真的是啪啪的打赵磊的脸 后来有网友并不相信秦淑培的言辞 还专门到赵磊的小三Lisa上的社交平台上去查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Lisa的社交平台上 都是赵磊出轨的蛛丝马迹 于是网友们便齐刷刷的骂小三Lisa 由此看来 这场仗最终的胜利者还是秦淑培 她与赵磊之间的关系 在澄清之后 便与陈冠希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与此同时 她为了让父母接纳陈冠希 还做了不少的努力 因为秦淑培的父母 对陈冠希的印象十分不好 后来 在二人的努力之下 陈冠希也终于用她的真诚 获得了秦淑培父母们的认可 此时 网友们对陈冠希的口碑也是十分了解的 纷纷好奇 秦淑培这样努力的 让家里人去接受陈冠希 那么陈冠希是否 在未来能够收心 专心与秦淑培好好的在一起呢 当人们怀有质疑的态度 去看待这对情侣的时候 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折 就在2016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上 就可以看出陈冠希对秦淑培的态度 2016年的7月27号 陈冠希突然在社交平台上 大骂林志玲 是逼耻 这一行为 让在场的网友们都十分的疑惑 纷纷好奇 为什么陈冠希毫无预兆的 要骂林志玲呢 后来有消息称 是陈冠希在得知林志玲 不让秦淑培上节目 我的心医 因此陈冠希十分的生气 在这个平台上大骂 这样冲冠一怒魏红颜的做法 也让网友们看到了他对秦淑培的真心 虽然这件事情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也无法得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陈冠希是真的很疼惜秦淑培 在2017年的3月份的时候 陈冠希与秦淑培迎来了自己的女儿 然而让外界感到十分惊讶的是 孩子都有了 但是两个人并没有登记结婚 于是网友们便纷纷地在社交平台上反问 这究竟是为何呢 再后来不久 陈冠希参加了一个活动时 做出了相关的回应 她说结婚是一张纸 她与秦淑培和女儿过得开心 就已经十分知足了 如今她成为了好丈夫 成为了女儿奴 她还表示 在自己一次生日中 永远忘不了当年秦淑培送给她的礼物 当时秦淑培问她喜欢什么 陈冠希回答喜欢北极熊 于是就在陈冠希生日那天 秦淑培买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 在那一刻呀 陈冠希十分感动 她觉得这个世界上 除了秦淑培以外 没有人会为她做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陈冠希觉得 秦淑培并不是因为钱财 以及她的知名度 才选择和她在一起的 秦淑培爱的 却是陈冠希这个完整的人 后来陈冠希更是直言 以前谈恋爱 总是和女朋友吵架 可是她与秦淑培 在相处的过程中 很少发生争执 秦淑培也十分地理解她 在这段感情中 她给予了自己尊重 爱和理解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她才决定浪子回头 至于一纸婚约 对她们而言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 还是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如果没有爱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不幸福 即使拥有了这一纸婚约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今可以肯定的是 陈冠希与秦淑培 两个人的生活 十分幸福甜蜜 看完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